海洋大学的法律研究所的所长 告诉了学生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三年前有一个黑函检举信 说这个所长没有准时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后来他就想说到底谁去通风报信的呢 他就揪出了一名学生 就一口咬定是这一名学生发函检举的 而且这个老师还当着50名研究生的面前 辱骂这个同学30分钟 好了 事后双方就相互的提告 今天判决出炉了 所长除了得赔钱之外 还得在研究所的网站刊登道歉启示 海洋大学法律研究所网站即将看上一则 对学生的道歉证明 因为高等法院判决出炉 一名海大学生告赢自己的研究所所长 就利用招开所有教授研究生都要来 都要出席 然后就把我们班叫在研究室 被工人霸凌彻 彻夜难以入睡 对象还是自己的师长 讲起那段过去 叶同学语气里没了当初的恐惧 只剩愤怒 其日师生对不公堂始末 全为了三年前一封检举信 学习所长遭黑寒检举没按时上班 结果他竟然一口咬定是成绩被打不及格的叶同学 绝续通风报信 竟然对他当众言语霸凌 叶同学自动休学 但事情还没完所长不只告学生 连当时报道的媒体一起扣 不料全盘结书 法院最终判赔三万还得连续七天在法律所网站刊登道歉声明 可能创下细索在网站上向学生道歉首例 法院还了叶同学清白 叶同学也盼望早日得到拖欠三年的道歉 借综合报道